今年我29岁了 然后到了该结婚的年龄 家里也一直在催促我结婚的事情 然后我们两个也最近商量好 一直在筹备着结婚的这件事情 他现在突然变得特别的冷漠 人说暂时不想结婚了 然后我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今天过来 就特别希望他给我一个说法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张先生23岁 来自甘肃销售 女嘉宾谢女士29岁 来自陕西无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据说是在单位里认识的 是吧 是的 谁追的谁啊 是我刚开始追的他 追的他 你追他的时候知道他比你大吗 知道那会儿你多大呀 那会儿二十二左右 二十二左右 也就是说两位谈了也没谈多久是吧 谈了一年半左右 一年半左右 今天为什么来呢 今天是他要来的 来干嘛 主要是我们商量好最近结婚了 然后他现在突然对我特别冷淡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啥 我就想过来问一下 他到底跟我结婚不结婚了 这是逼婚的意思啊 怎么回事 就是本来我们已经就是筹备我们结婚的事 然后前阵我跟我父母一起去他们家谈那个订婚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件特别不愉快的事 啥事 就是我跟我父母一起去他们家 一开始吃饭的时候聊得都挺开心的 当天晚上就是我和我父母就提前回去了 就回去要就是商量这个烘房还有彩礼的事 然后就我跟父母就商量的很晚了嘛 我母亲就说就说这么晚了 你就别回去了 你就跟我们住在一块吧 然后我就没多想嘛 就跟父母住一块了 第二天早上五六点的时候还没醒来就听见外面咚咚咚的响 一开门我当时他惊到了 发现这是自己女朋友 我特别生气 这干嘛呀这 我父母才刚来 然后他就气势冲冲的就跑进来就说 你为啥跟你父母睡一块啊 干嘛呀 就是我从小没有跟父母睡在一起过 然后一直很独立 然后他也知道我不能忍受他跟父母睡在一张床 你有什么不能忍受的 他都二十三岁都这么大一个小伙了 还要跟爸妈睡一张床上 我就觉得接受不了 而且事先我们就商量好了 去朋友那住 然后晚上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没有过去 然后我给他发微信他不回 打电话也不回 然后就着急担心 这事没什么影响嘛 也不影响感情嘛 怎么了呢 主持人这事还没完 没完啊 就是他进来的时候 对我声音特别大 然后我母亲就醒了嘛 醒了就好生好奇地问他 就说怎么回事啊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说呗 他不但没理我妈 还对我忒忒忒忒 一直冲我吼 就说你为啥跟你父母睡一块 然后我妈就觉得他特别不可理喻 我妈就回他回了一句 你这姑娘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这样对我儿子 他倒被我妈正一说更挤肘了 说得更厉害 他就跟我妈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就对我妈这样说话 等于跟未来的婆婆吵起来了 是这意思吧 是 但是就是特别委屈 然后就觉得没办法接受 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呀 就这么大一个小伙子 睡在爸妈一装肠上 就有点接受不了 哎呦我的天呐 就因为这个事我爸妈特别不开心 就想回 就说特别生气 等于被女方慢待了 是这意思吗 对呀 然后就说让我 别别在这儿上班了 就跟着他们就一起回去 正好家里有份工作 就我就跟着我爸妈一起回去 我当时也特别生气 你回老家了 我回家那边上班了 亲没提成 未婚夫还要跑 后悔吗 后悔最后也跟父母道过歉了 确实是我不对 对 她道歉了 但是这个事 它就是一个影子 哦 还是个影子 那我们往后面听 我又回想了一下 就因为这个事 回想了一下 就因为这个事 我才要仔细回想 就是我爸妈说 让我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关系 就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在一家公司认识的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培训活动 我呢学得比较快 他呢就学得比较慢 就因为这么一点事 他就很生气 他想让我给他教 可是等我教的时候 他就开始哭 就开始闹情绪 然后我就劝他 我说你别哭了 这还在公司呢 这么多人呢 我这边怎么劝都劝不了他 然后我同事就听见了 同事也过来就安慰他 就说这公司呢影响不好 不要哭了 然后他非得没听 还在那哭 还在那闹 然后这会领导也听见了 领导听见就跑过来就说 就说你咋在那哭什么呢 能干就干 干不了就走 他这人完全一点都不顾 领导还没走 他就对着墙踹了一脚 领导让他去办公室 然后他在办公室跟领导就嚷嚷起来 差点动手 而且还跟领导拍桌子了 当时就是本来就觉得有点委屈 我努力了 没有考核好的成绩 然后领导又说能干就干 干不了就走 我情绪可能有点失控 事后我也道歉 所以就说你在情绪控制上 他认为你是有问题的 就因为这件事导致我前途不好 在公司发展不下去了 为啥 就没有发展空间了 原本就是我做的工作 有的时候跟领导有些对接 但是我现在跟领导打招呼 领导都不理我 感觉自己就完全被孤立了那样 就因为你们俩谈朋友 是这意思吗 对 然后我换了工作 他跟着我一起回兰州了 回兰州之后 他也找了一份工作 我也找了一份工作 一开始工作都挺好的 完了我跟朋友商量好 第二天早上他开车来接我 我要去公司上班 第二天早上他就不让我走 就说你不去上班行不行 你留下来陪我 我感觉他特别不懂事 我那天早晨有点难受 头晕浑身感觉没有力气 本来我是陕西的 然后因为他我来到了兰州 一个小姑娘就难受 就想让他陪着我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我屁下了 行一个小姑娘 你工作稳定吗姑娘 工作不是很稳定 就换了几份工作 然后就是他要是不给一个说话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在兰州 再待下去了 我就不如回我们陕西发展 我年龄也这么大了 然后他就现在也不跟我结婚了 他不想跟你结婚了 是吧 我是不想跟他现在结婚 但是我又不想跟他分手 因为我挺喜欢他的 不是那你吊着人家干嘛呀 我就想让他改一改 改啥呀 就是让他把这个任性 还有就是工作方面都改一改 那你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任性吗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挺照顾我的 因为他快三十了 然后他比我大六岁 你能接受他的年龄 是因为他能照顾你 是这意思吧 是 你没有想到他比你大六岁 反而还需要你照顾 是这意思吧 是 反而比我不成熟 我希望他成熟一点 不要那么任性 而且就不要随时随地 都能闹起来 而且最起码还得有一份 稳定的工作 他说你这随时随地 都能闹起来 任性这个你承认吗 有时候会情绪失控 情绪失控 对 陕西是哪儿的呀 我是陕西保鸡的 保鸡的 所以回保鸡 是有个稳定的工作的是吧 对 只要回到父母那儿了 也衣食无忧 可以不工作是吧 对 是这样的 就是你的家庭条件 其实完全可以让你不工作 就快乐地生活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子的 明白了 但是在他们家 在甘肃 你还得工作是吧 对 日子过得不太适应 而且主要是 他不照顾我 他不包容我 在保鸡的时候 其实挺好的吧 对 想任性任性对吧 对 对 我现在其实特想问 他在保鸡任性的时候 怎么就可以 怎么到了兰州 就不能任性了呢 在保鸡任性的时候 因为他父母都在那儿 他也能照顾我 然后离父母也挺近的 但现在到了这边之后 就感觉他完全就变了 感觉特别娇生惯瘩 所以换而言之 其实在保鸡的时候 即使他再任性 都有人帮你们俩兜着 对 这个兜着的人 是他的父母 对吧 对 他的父母可能会出来 就打个圆场 对啊 就照顾你们就好了 对 是吧 可是去了兰州之后不一样 你们俩要面对了 对吧 是 那你妈对他现在到底什么意见和态度呢 因为之前那件事 他给我妈就道过歉了 也原谅他了 现在就是我心里 还是不太想跟他结婚 就是你不想 那个跟你姑娘在一起了呗 但是 你就直接跟人说呀 但是又想跟他在一起 在一起干嘛 他现在着急结婚 我现在不想跟他这么快结婚 那你想啥时候结婚 就让他改一改这些 要改不了呢 改不了 我就有点接受不了 那对呀 其实这都借口嘛